在这个视频里我要讲一类特殊的分数 连分数 看出这类分数的特点了吗 它有很多层构成 你既可以继续往上给它加一层 也可以接着往下给它加一层 而且层数越多越复杂 那这种连分数能不能化成普通分数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你从下往上从短分数线算到长分数线即可 比如这个连分数 你就应该先算3加4分之1 得4分之13 然后再看这条稍长一点的分数线 在这条分数线下 4分之13相当于分母 整个分数相当于4分之13取倒数 于是结果就等于13分之4 接着再计算2加13分之4 算一算结果等于13分之30 然后再取倒数就是30分之13 于是最后结果就是1又30分之13 回顾一下刚才的过程 第一步是把3和4分之1相加 得4分之13 第二步则是把4分之13取了个倒数 得4分之13 第三步继续把2和4分之4相加 得13分之30 第四步则把13分之30取了个倒数 得30分之13 所以连分数化减的过程 其实就是相加取倒数 相加取倒数 这样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 不过刚才的书写过程有点麻烦 能不能写的简单点呢 有 下面我就来说说 首先得算3加4分之1 那就把它们圈起来 并在旁边写结果 4分之13 接着再对它取倒数 那就再画一个大点圈 并在旁边写取倒数的结果 13分之4 然后再算13分之4加2 那就得画一个更大的圈 然后在旁边写结果 13分之30 接着再取倒数 答案就是30分之13 它更一再相加 就得最后结果了 以上就是连分数化减为 普通分数的算法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与连分数相关的问题 叫做连分数方程 也需要你好好掌握 比如像这样 对于这种连分数方程而言 关键在于如何减少分数线 而减少分数线的唯一做法 是取倒数 如果你把两边取倒数 左边就等于1加2加x分之1 右边就等于6分之7 如果你把两边同时减1 2加x分之1就等于6分之7减1 得6分之1 你再取倒数 那就是2加x等于6 于是x等于6减2 得x等于4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连分数方程 比连分数化减还简单 好了 关于连分数化减和连分数方程 我就讲到这儿 首先得能通过 相加取倒数相加取倒数的循环 将连分数化减为普通分数 其次 你还得能通过取倒数相减 取倒数相减的循环 求解连分数方程 只要你掌握了这两点 就能很好地进行连分数计算了 怎么样 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 就自个儿动手试试吧 ICU ک师兄 比 Long 这三个群 关于 买分数 是 酷